麦树提着箱子 来到了一具尸体旁 面前的劫匪一面凶神恶煞 一面战战兢兢的说道 他不是我杀的 我来这里之前 男人就已经死了 原来这里是银行的金库 面前的男子就是银行劫匪 与此同时 银行外面已经被警方重重包围 只剩下在头顶盘旋 特警 狙击手已经各就各位 弗拉克向大姐解释道 尽早银行刚刚开业 劫匪就突然冲进来 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 他强迫所有人趴在地上 随后直奔警窟 一位员工敲销一下了报警按钮 于是及时赶到的警方 将劫匪困在了里面 劫匪逃脱无门 只能向警方提出了三个要求 没有标记的警车 现场不能有媒体 还有一个见证客的警员 不过麦树只答应了第三条要求 于是他提着工具箱走进了银行 用自己交换了一个人质出来 之所以要麦树进去 是因为劫匪坚称 金库的男人不是他傻的 他想要麦树证明自己的清白 与此同时 十几名人只正趴在大厅里 一动不敢动 麦树也开始了取证工作 他先为尸体拍了几张照片 劫匪什么都不懂 只能站一边看着 拍摄完毕 麦树需要一台电脑 把照片送回实验室里分析 就在此时 一位不要命的记者突然冲上前去 他拍下了劫匪和麦树的画面 特精神的连拉带转把他赶走 不多久 劫匪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很惊慌地接起了电话 原来电话那头的人 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劫匪 男人吓坏了 他慌忙解释 事情不是对方想象的那个样子 两名趴在地上的人质 小声请求麦树救救自己 女初纳更是哭着说 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他还不想死 劫匪挂了电话 可他看上去比人质还要害怕 与此同时 外面的同事已经收到了麦树传过来的照片 死者男性似乎是被一枪致命 逃出来的员工证实 死者是银行的经理 不过他并没有看到经理是怎么中枪打 特精已经蠢蠢欲动 他警告见证客 两个小时后 他们将切断电源进行强攻战术 并让里面的麦树自求夺服 麦树还在勘察尸体 手上的自卫伤 意味着死者生前与人发生过搏斗 谈话节 麦树得知劫匪叫做老乔 他带着婚戒 意味着有老婆 有家庭 可既然有家庭的祭拜 他又为何要做出这种事情 老乔给外面的警方打了个电话 要求给他安排一辆汽车 并警告道 他现在还没有开始杀人质 待会就说不定了 放下电话 老乔告诉麦树 自己就刚进来的时候 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桥 那也是唯一的一桥 难道是那颗子弹弹射进了死者的体内 可老乔斩钉截铁地表示没有可能 他知道警方随时可能强攻进来 害怕之余 扬眼要拉着所有人质陪葬 为了爱抚老乔 麦树向外面的同事们 要了一台CT扫描仪 于是硕大的仪器被运进了银行里 老乔安排人质们帮着麦树搬运机器 麦树也趁其从人质的口中得知 银行的监控就在死者办公室的硬盘里 一切准备就绪 他开始用仪器扫描尸体 从骨骼的内脏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很快 一具3D虚拟尸体 就传输到了法医的办公室 先别急着感叹 很多科技在现实里压根不存在 就当科幻便看看得了 言归正传 死者的体内有两颗子弹 其中第二颗子弹打进了左心室 造成受害人当场死亡 可奇怪的是 死者胸前只有一个枪眼 话说一个弹孔 怎么会造成两条伤口通道 从业这么多年 这种情况闻所未闻 甚至在科学上也不可能实现 并且两颗子弹都是中距离射击 再好的枪手 也会被枪的后座力震到手部 造成第二枪的弹道偏移 难道凶手 用的是一种很牛逼的武器 死者体内有两颗子弹 再加上天花板上的那一枪 意味着银行里一共开过三枪 可为什么所有目击者 都说只听到一声枪响呢 麦树的心里有很多疑问 比如老乔怎么一个人 就赶来抢银行 刚才跟他打电话的人到底是谁 他是不是还有同伙 老乔抓狂了 你是警察我是警察 我要什么都知道 干嘛找你来 想要知道真相 就必须要找到那三颗子弹 于是麦树调动了整个银行里的人质 趴在地上慢慢找 他则通过电话 在老法医的指导下抛开尸体 慢慢摸索到了两颗子弹 与此同时 亚当在分析现场照片的时候 发现死者的血泊中有一块空白 这块空白大概三乘以五英尺大小 似乎有人从血泊中拿走过什么东西 银行内 人质们终于在大厅里 找到了第三颗子弹 这颗子弹上没有血迹 应该就是老乔朝着天花板开的那一枪 就在此时 老乔的电话又响了 他紧张地接听电话 依旧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麦树注意到了手机背面的血迹 原来老乔的手机 就是血泊里的东西 他的语气带着几分哭腔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为了搞清楚凶器是什么 大姐找来了国土安全局的布雷特探员 布雷特为他展示了压箱底的武器 这是Chris Super V冲锋枪 特点便是几乎没有后座力 能够让第二枪的弹道 毫无偏移地与第一枪重叠 可一个银行劫匪 是如何弄到这么高科技的武器的 麦树告诉老乔 由于两颗子弹损毁得太严重 无法通过肉眼辨别 这些子弹是不是来自他的枪 唯一的方法就是找个人质 把子弹都送出去 让他实验室的同事来鉴别 毕竟那里有最尖端的一期 起初老乔怎么都不同意 毕竟人只是他的筹码 麦树一会儿放一个 他还怎么跟警方谈判 随后麦树来到了死者的办公室 调出了银行的监控 发现老乔明明是9点钟进入的银行 可监控却在7点56分就被关闭了 金库里的钱还少了一大片 钞票上有喷溅血迹 但是空白的地方却没有 意味着有人在杀人之后 带走了这部分现金 老乔无辜地说道 他一分钱都没有拿过 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动手 就被警方给包围了 大厅里的人质也都证实了老乔的口供 他们确实没有看到老乔拿走一分钱 难道老乔真的是无辜的 麦树做出了推测 银行一共遭遇了两次抢劫 第一批劫匪趁着员工上班之前 破坏了监控 闯进金库杀了经理 带走了那些钱 一个小时之后 不长引到老乔也闯进了银行 想要实施第二次抢劫 却被警方堵在了这里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警方正打算找死者的妻子了解情况 不想他的妻子居然也被杀了 妻子被交代绑着 额头有个枪眼 血迹还未干 意味着死亡时间不足两个小时 而那个时间段 老乔一直都在银行里 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只有两个可能 要么是老乔的同伙干的 要么老乔真的是无辜的 金利和他的妻子都死于第一批劫匪之手 不过麦树更倾向于后者 因为金利是死于无后座里墙 而老乔手里的明明是普通的点四五口径手墙 老乔刚才偷听电话的时候 不慎在座席上留下了自己的头发 麦树趁着老乔不背 将这根头发连带着子弹 都撞进了信封里 虽然老乔的情绪很不稳定 时不时发个疯 但是他看到调查似乎有了进展 于是终于同意 放走一个人质 把子弹送出去 麦树挑了刚才的女初娜 因为她说自己已经怀有三个月的声音 女初娜抱着脑袋走出了银行 在警方的带领下来到了安全区域 她惊魂未定地交出了信封 三个子弹 以及那根短道可怜的头发 都被送到了实验室 这根头发来自黑发的白人男性 正好与目击者口中描述的劫匪吻合 于是小黑当即明白了麦树的意思 院室房内 老乔一阵抓紧时间 为经理的妻子做尸检 老乔的DNA 没有在数据库中找到记录 不过杀死妻子的子弹 与打死经理的糖线痕迹一致 意味着夫妻俩都是死于同一把武器 凯拉老乔真的是无辜的 捆绑尸体的胶带上 有一枚清晰的指纹 经比对 指纹来自一个叫做德瑞克的前雇佣兵 他在安保公司待过三年 这也意味着 他能够搞到最新的Chris Super V冲锋枪 将所有线索结合在一起 斯达拉推测 这个叫做德瑞克的前雇佣兵 绑架了银行经理和他的妻子 然后在银行开门前的一个小时 强迫经理打开了金库 得手之后 德瑞克枪杀了经理 然后回去把经理的妻子一起灭了口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抢劫杀人全都是德瑞克做的 老乔这个倒霉蛋 又是怎么被牵扯进来的 由于迟迟没有进展 特警切断了银行的店员 这是强攻的前兆 老乔害怕急了 他打电话警告外面的弗拉克 赶紧恢复电力 否则他就开始杀人质 弗拉克却让他再释放一名人质 不然特警就冲进去 把他和人质全部bubub了 趁着老乔慌不择路 心不在焉 麦叔毕竟是专业的 很快就绞了他的线 整个场面都被他hold住 老乔眼看大势已去 他突然可怜巴巴的哀求道 老乔说 他本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打工人 就住在死者家的对面 听到他照常告别了老婆和女儿 互相就在此时 真正的劫匪德瑞克 突然带人绑架了他的妻女 强迫老乔照他们说的做 老乔无奈 只能搬都不上 跑银行打劫来了 等他到了才知道 这里已经被打劫过一遍了 经理也被他们杀了 劫匪们这是要老乔当他们的替死鬼 他们故意留下了一部手机 并通过手机指挥他的行动 老乔哀求道 他不能出去 劫匪要是看到自己投降 一定会杀了他的妻女 只要老乔能够平安离开银行 并把手机交换给劫匪 他的家人就安全了 哀求的眼神里 透露着满满的诚意 善良与天真 于是麦书一时间胜负心泛滥 他决心当老乔的人质 陪着他一起出了银行 在麦书的交代下 同事们都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给老乔安排了一辆汽车 麦书开车带着老乔离开了包围圈 可老乔又说头顶的新闻直升机太危险了 万一让劫匪在新闻里看到他 他亲女的命就保不住了 于是麦书又通过对讲机 通知直升机赶紧撤离 与此同时 斯戴拉带着警员赶到了老乔口中的住所 想要营救他的妻女 可推门一看 发现这栋房子居然是空的 别说住人了 连套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此时他们才意识到 老乔从头到尾都在撒谎 这里压根就不是他的家 可他们现在联系不上麦书 他没有手机 头顶的直升机也撤离了 老乔一看 什么紫外都没了 他卸下了人畜无害的伪装 先前麦书把枪交给他的时候 特意轻矿了弹夹 可他没料到老乔早就提前在袜子里藏了一颗子弹 当老乔重新举起枪的那一刻 麦书才知道自己太胜负了 原以为老乔是可怜的人质 没想到他是洋溢的手办 卑鄙小人 可他现在走投无路 只能在老乔的胁迫下一路远行 到此 CSI纽约第四季结束 又到了寂寞整大火的时候 这期特意起来了 大海啸之沙口逃生的女主 沙尼文森客串女人质 末日孤见中的麦克 亚当鲍德温客串国土安全局的探员 美金月主角是CSI的传统 胜负心泛滥的麦书 一心想解救人质脱离苦海 没想到自己才是最后的人质 围绕着劫匪老乔有太多的谜题 很显然 他跟雇佣兵德瑞克是一伙的 可为什么两个人抢得好好的 德瑞克跑了 老乔却被困在了银行里 这起银行结案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麦书接下来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CSI纽约第五季 我们不见不散